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 星期三 股市受到美股昨天晚上 大幅度反弹的刺激 今天是稍微做好 不过成交方面还是很低迷 那等于说股市是稍微做好 可是只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胜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生指数先高开250点 到23,221点 好了 曾经一度再上升到23,258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因为买版真的是不太足够 往后曾经一度轻轻的反弹 而低见22,979点 等于说在这分钟指数 只是轻轻上升8点而已 而直到下午3点左右吧 整个股市还是在这个波幅里边 是走来走去的 好了 从走势方面来看 感觉到好像是现在只是 抓着23,000点这个 左右的水平 等于说相对这个星期一 这个月的低位22,665点 好像是有一点距离的 当然 暂时看起来 还是有一点回稳的感觉 可是我们还是要等 等到指数真的能够回升到 徐天审以上 徐天审大概在23,471点 等于说 要是能够抓着徐天审 而稳少加徐天审以上 也可以这样看 整个反复而不明的走势 暂时来说 真的是戳不回稳 戳不稳定下来 可是这一分钟 指数还是走在 所有的平均移动线之下 所以整个股市 是仿佛而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基本上是没有改变 只是经过了1720点的下调之后 暂时稳稳稳定下来而已 好了 12份信下交易店不多了 这个星期还有一个半的交易店 而下个星期就有三个半的交易店 那等于说 整个股市在圣诞跟过年前 想一想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动作 因为资金经理大部分 都已经开始要放假了 往年他们会到其他地方去旅游 可是今年可能还是留守在香港 可是尽管是这样子 看起来还是不应该有太多的动作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 今年从28号的高位 31,183年的回调 到这个月20号的高低位 22,665点 整年度股市已经回调了8518点 这个幅度不算少 基本上很多本地的资金 今年的表现都是很差的 可能在未来这几个交易店 稍微会做好一点点 始终希望那个表现不会太差而已 可是就算是有回稳的买盘出现 只是稳定在某一个区间 也不会代表股市会怎么样大幅度上去的 现在由于指数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那就是说要是这个情况还没能够改变的话 明年一月份股市的走势就有一点令人担心 因为股市一天还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等于说不断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这样子说 在目前看起来 由于指数距离到10天线只是几百点而已 可能还是有机会在未来这几个交易店 稍微碰一碰10天线也说不定的 不过相对现在成交方面一直在低迷 所以暂时大家不要抱着太大的期待 尤其是剩下几个交易店时间真的不多了 短线长外我想暂时来说还是应该停一下 抓捕少的朋友问题当然不大 抓捕比较多的朋友又是一直没有做风险管理者 现在的感觉真的是不太好受的了 我的看法是尽量保留现金在手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